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六百四十一集 回家 大理寺 监牢 出下牢房里的空气俯仇难闻 混杂着囚犯随意大小便的味 饭菜腐烂的味 闷热的空气让人作呕 大理寺城拎着两壶酒 一包牛肉 进了监牢 缓不来到关押郑兴怀的牢房前 也不忌讳肮脏的地面 一屁股坐了下来 郑大人 办官找你喝酒 大理寺城笑了笑 手脚缠着镣铐的郑兴怀走到栅栏边 审视着大理寺城 你气色不是很好 哪里不好 分明是气色红韵 浑身轻松 大理寺城拆开牛油纸 与郑兴怀分吃起来 吃着吃着 他突然说道 此事结束后 我便告老换香去了 郑兴怀看他一眼 点了点头 挺好 吃完肉喝完酒 大理寺城起身 朝郑兴怀神神作夷 多谢郑大人 他没有解释 自顾自地走了 多谢你让我找回了良心 仿佛走出地牢 大理寺城便看见 一伙人迎面走来 最前方并肩的两人 分别是曹国公和护国公 雀永修 他们来这里做事 护国公身为案件主要人物 也要收养 大理寺城目光掠过他们 看见两人身后的随从 收押还带随从 大理寺城 咱们又见面了 却永修笑吟吟的迎上来 上下打量 原来只是个六品官 本宫在楚州时 还以为大人您是堂堂一品呢 威风八面 连本宫都敢质问 大理寺城压抑怒火 沉声说道 你们来大理寺做甚 当然是审问犯人了 薛永修露出嘲讽的笑容 放陛下口谕 提审犯人郑兴怀 在此期间 任何人不得进入地牢 为者同罪论处 说吧 两位公爵并肩进了地牢 随从关闭地牢的门 在里面上锁 他们要杀人灭口 大理寺城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如早雷击 他本能地要去找大理寺卿求助 可是两位公爵赶来此地 足以说明大理寺卿知晓此事并默许 因为两位公爵是得了陛下的授意 他们要杀人灭口 他们要杀人灭口 然后伪装成为贼自杀 以此招告天下 如此一来 对怀王的愤怒 便会转嫁到郑兴怀事上 这比推翻之前的说法 相信为怀王洗罪要简单很多 也更容易被百姓接受 陛下他 他根本不打算审安 他要打主公一个措手不及 让主公们没有选择 大理寺城急步而去 步调越来越快 到最后狂奔起来 他冲向了衙门的马棚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招许其安 只有这个毛坑里的臭石头 才能阻止护国公和曹国公 只有他能为心里的信念 冲冠一怒 曹国公掩着口鼻皱着眉头 行走在地牢间的永道里 独眼的雀永修默然道 这点抽味算什么 曹国公 你是太久太久没领兵了 少废话 赶紧搬完事走人 只做生辩 曹国公摆了摆手 两人停在郑兴怀牢房前 却永修看了一眼地上的酒壶和牛油纸 喝了一声 郑大人 小日子过得不错吗 郑兴怀双眼瞬间就红了 拖着镣铐奔出来 狮子般咆哮 却永修 你这个畜生 却永修也不生气 笑眯眯地说道 我就是畜生 杀光你全家的畜生 郑兴怀 当日让你侥幸逃脱 才会惹出后来这么多事 今天 我来送你一家人团聚去 郑兴怀大吼着咆哮着脑海里浮现被长枪挑起的孙子被钉死在地上的儿子被乱刀砍死的妻子和儿媳 楚州城百姓在箭矢中倒地人命如草劫 一幕幕鲜明又清晰让他的灵魂缠立着哀嚎着 却永修畅快地笑起来笑得前伏后仰 曹国公在旁冷笑 这几日你上蹿下跳 陛下早就忍无可忍了 要不是你还有点用 早就死得无声无息了 郑兴怀 你还是不够聪明啊 如果你能好好想想 楚州发生的一切 你就该知道 自己要面对的 到底是谁 郑兴怀陡然将主 像是被人敲了一门棍 几秒后 这个读书人身体颤抖起来不停地颤抖 不停地颤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那些 那些 那些都是他的子民啊 他低下了头 再也没有抬起头 这个读书人的脊梁 断了 却用修 却用修哼道 感谢曹国公吧 让你死也死得明白 说着他伸出手 争吟笑着 给我白灵 本宫 本宫要亲手送他上去 一位随从地上白灵 另一位随从打开牢门 却用修大步踏入 手腕一抖 白灵缠住郑兴怀的脖子 猛得一拉 楚楚不正使郑兴怀 勾结妖门 吐露三十八万百姓 遭到护国公去永修揭发之后 于狱中悬梁自尽 这样的结局 郑大人你可瞒呀 郑兴怀已经无法说话 他的双眼突起 脸色涨红 舌头一点点的吐出 他的挣扎从剧烈到缓慢 偶尔蹬一蹬腿 他的生命飞速流逝 宛如风中残煮 这一刻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过往的人生在郑兴怀脑海里浮现 苦难的童年 奋发的少年 失落的青年 无私的中年 生命的最后 他仿佛回到了小山村 他奔跑在村里的泥路 往家的方向跑去 这条路他走过千遍万遍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格外的急 碰碰碰的 他焦急的敲打着院门 院门缓缓打开 门里站着一个普通的妇人 宝镜凤霜 笑容温婉 他松了口气 像是像是找到了人生中的港湾 卸下了所有的疲惫 开心的笑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声巨响打破了安静的地牢 通往地牢的铁门被暴力揣开 重重的撞在对面的墙壁上 巨响声在地牢涌道里回荡 许清安拎着刀冲入地牢 大理寺城气喘吁吁的跟在他身后 到了他这个年纪 即使平时很注重保养身体 剧烈的奔跑 依旧让他肺部火烧火燎 大理寺城追着许清安冲进涌道 看见他突然僵在某一间牢房的门口 僵在那里 如同一座雕塑 大理寺城心里一沉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亮亮强强的奔了过去 阴沉的牢房里 栅栏上悬着一具尸体 大理寺城一屁股坐在地上 捂着脸 老泪纵横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